换那麼多錢蓋的房子不是給人家弱勢 我講過居住正義的背後不是蓋多少的社會住宅 居住正義的背後是照顧多少的家庭才重點 你蓋了20萬戶 結果照顧了只有2萬戶的弱勢團體 你覺得你有什麼好講的 如果我蓋了10萬戶 可是我照顧了5萬戶的弱勢家庭 我覺得我很聰明 所以這個目的不在蓋房子 這個目的是在照顧多少家庭 炒房這件事情大家怎麼關心 這個當然是現在房市的亂象商品化很清楚 這些問題我想大家不意外了 裡面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商品 最大問題的根本關心是房子變商品化 商品化結果就是大家沒有辦法買的安心住的安心 大家房子變成投機炒作 變成賭房跟拼房 這是核心